台股涨跌幅7%变10% 8月3日上路 台股涨跌幅落后入股 有这么严重吗 让金管会曾主委讲得满脸通红 难怪主委看不下去了 昨天拍板定案 台股涨跌幅将由7%调整至10% 预计8月3日正式上路 其实我们希望充分跟世界接轨 这项交易变革至25年来首度调整 另外金管会也公布其他14项新措施 强化风险控管的项目 信用交易整部的担保维持率 提高为130% 建股当初标的范围也扩大 从现有200档增至380档 占市场全值87% 近期一年年要做的事情一次推出来 那我们希望让整个这位市场 能够提升我们该有的竞争力 我们的重点不在量 但是我们也问过相关的业者 我们也评估过 大概量就预估大概会 大概增加10%左右 动新闻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